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别忘记三连哦 水之呼吸教学 一分钟教你学会水之呼吸 首先 水之呼吸的使用者 必须放松自己的双肩 然后运用肩膀的力量 挥出自己的刀 一边想象着水的流动 一边反复地挥舞 当然 如果不得要领的话 就会出现露驻村田 这样的水之呼吸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诀窍 在我们挥舞日轮刀的同时 如果感觉单纯想象水流动的样子 太过于抽象 可以想象水在你的身体里流动 这样 你就能更加流畅地使用剑剑 特别一提 异用平日里 总是会摆出 与别人划清界限的态度 但是最近竟然有人目击到 在炭治郎的邀请下 他竟然接受了 蕎麦面素时比赛 这件事令很多鬼杀队员 吃惊了很久 还有异用的送鸭 是一只本名叫做宽三郎的老年送鸭 由于年事已高 所以经常在传达消息时 传递错误的情报